我们有请三位候选人莫全来为自己正地加油 选战最后倒数 而万众瞩目第一场台北市证件发表辩论会日前登场 蓝绿白三方正面交锋 但就在被蒋万安问到疫苗防疫相关争议 陈时中的回答是这样 你又来了一直在问这些问题 装睡的人叫不行 一个问题问一次还没办法了解 问两次你应该明白 问了三次其实就有一点多余了 一开口又辣又呛 甚至证件会都还没结束 团队就已经把这段话当成金句 做成梗图在陈时中脸书大放送 只是回想几年前 蔡总统的这番话还言犹在耳 我相信未来的政府也会有这样的哑量 如果第一次听不见 你可以大声一点 第二次再听不见 你可以更大声一点 第三次再不回应的时候 你可以开桌子 蔡总统说过的话都忘记了吗 用装睡的人叫不醒回击对手 但针对被抛出的问题 陈时中依旧没有正面回应 选举辩论当中是很难得的一次 比较拥有候选人完整论述的机会 毕竟你说记者会或者是媒体受访的时候 是比较片段跟散乱的呈现表达方式 所以一个长时间段的可能六分钟八分钟的深论 完整的去做政策论述表达或是澄清 可能对于他只会看这一次证件发表 或是政策辩论的选民朋友来讲的时候 你就要必须给你说我是当他第一次听到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论述 那当然每个候选人阵营 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受众 或是竞选当中的操盘考量 他真的是要凝聚基本盘的话 这样子的策略操作的确是合理的 能理解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公开政见辩论会上句句可都是有巧思 乍听傲慢的言论 其实藏有更深的政治话术 这一番话其实他不是讲给蓝营的听 也不是讲给中立选民听 他讲给他基本盘听 装饰人叫不行 他要跟他的基本盘说 是我一直在跟这些人讲 他们故意听不懂 而你们应该要听得懂我的话 所以以前讨厌我的 因为前面那些年次马桶事件 回来吧 是我一直讲他们听不懂 他的策略现在只是在估民进党台北市的 27左右的那个基本盘 立于不败之地 那个8成3的把它顾好之后 他再去要民众党潜绿的6成7 那他可能的选情就会有希望 而从最新民调数字看起来 这样的打法似乎还真的有效果 美丽岛民调显示 虽然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 以34.3%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但陈时中是以27.7% 一举超越黄珊珊的22.4% 绿白出现死亡交叉 另一项林传媒调查民调也显示 蒋万安虽然保持第一 但与陈时中的差距仅有三个百分点 而黄珊珊则是成了第三名 一场政见辩论会 从论述反击到感性 口袋招式全面齐出 而选举话术下的 蓝绿白攻防更精彩 第三次再不回应你的时候 你可以拍桌子 装睡的人叫不行 体育新闻罗氏鹏陈文岳台北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